在桃园餐饮界已经具有高知名度的金牌好店选拔活动 日前在市府举办了起跑记者会 今年除了延续过去严谨的评选机制之外 也将在地的文化在今年度列入了最新的评选条件 希望打造出具有桃园在地味道的特色店家 装扮成女仆的Lami Girls带来活力舞蹈 为活动揭开序幕 桃园市是多元族群融合的城市 也可以说是美食联合国 市长郑文灿在活动现场表示桃园有许多特色料理 希望透过选拔活动让桃园市成为美食之都 其实桃园在美食文化上很有特色 闽南客家眷村原住民 还有很多云南料理 马祖料理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国际化 那么其他像日本料理等等都做得很好 那我们希望桃园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城市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延续历届严谨的评选机制 广要多方美食专家组成金牌评审团 这次也特别将桃园在地文化的连接性 列入评选条件 要从美食中展现桃园的在地特色 今年的金牌好店选拔 我们有选出30家好店 那我们今年的特色是要结合在地的食材 在地的文化 希望我们的金牌好店都能够成为桃园的城市亮点 那连续办的期间有200家 我们也会做识别标章 让大家喜欢桃园的这个多元文化 选拔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3日受理报名 主办单位也透过活动网站结合脸书粉丝团建制互动平台 开放民众推荐店家参赛 以实际行动支持自己喜爱的店家 而民众只要参加暑假期间登场的网络票选活动 就有机会抽中高达10万元的优质豪利 除了创造话题性也能够选出评审认同 民众也支持的桃园金牌好店 桃园新新闻林慧如采访报导